喊出新口號比二號首勢 蕭美琴看來對自己號碼 真的很滿意 民主力量背後得有支持 蕭美琴台上重申 未來的外交路線 就是保持現狀 這條路線穩定臺灣的路線 蔡英文總統 向美國人也保證我們自律維護現狀 不是因為我們喜歡現狀 是因為現狀是全世界最大的公約數 也和選民做出保證 蔡總統執政創造的台美關係 賴小兩人會繼續傳承 這三多好選民 就是路上清潔 蕭美琴這組 讓全城蔡英文總統這條 讓全世界信任支持的路線 對不對 對 不走台獨路線 極力拉攏 中間選民 TVBS新聞 劉宜俊李宗哲 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給予TV